我是家里的第五个女孩,从小就被家里人嫌弃,亲爹就把我送其他人,他们有孩子后都会把我退回去,直到我六岁那年被第八次退回来,老哥,孩子我真要不了了,家里一下来了对三胞胎,都是小子,你这闺女我是真养不了,只能给你退回来。 你家闺女多,好养活,以后还能收彩礼,我家小子可不一样,那可是要娶媳妇的,说吧,直接把我往前面一推,转身就跑了。 我爸气得眼睛通红,却也不敢追出去,只因他没儿子,没底气。 气狠了的他看见我呆呆愣愣地站在一边,直接抓起我的头发甩出去。 喘着粗气说丧门星,赔钱货,要不是你挡了弟弟的出生路,我能现在指着鼻子让人骂得不敢还嘴吗,说完也不管门口疼地蜷缩在地上的我,猛地甩上院门进屋了。 村里看热闹的人在门外吆喝柱子,你这不行啊,就连闺女也没人要,是不是种子不行啊? 可不是吗?种子不行就让我来,我家头一胎就是儿子,门口一阵哄笑,可我爸愣是没敢出来。 村里老人说我爸年轻的时候是混子,打得十里八村的没人敢惹他。 可等我大姐出生后就变了,因为是第一个孩子,当时还能安慰自己掀开花后结果。 国家政策也规定第一胎是女孩还能生第二胎,可第二胎还是女孩,自此我爸那走路挺直的腰杆渐渐弯了下去。 第三胎第四胎,直到我出生,家里被罚得只剩下空荡荡的泥坯房。 我出生时,我爸看我是女孩,拎起来就要往医院的垃圾桶扔,还是路过的医生把我捡了回来,后来他就成了医生的重点关注对象。 在医院有人盯着他不敢随便动手,回到家后,我第一时间就被卖了。 一年后,买我的那户人家生了个儿子,转身就把我送回了家。 后来我辗转于被卖与退回之间,被众人夸成是引子的小福星。 愿意买我的人多了,我家也因为我渐渐富起来了。 直到这一次被退回那一扔撞的,我五脏六腑都疼,我像条死狗一样蜷缩在地上,姐姐和妈妈被吓得不敢出来。 门口看热闹得多,但没人想伸手,谁让我是赔钱货呢? 最后还是村支书敲开门把我抱了进去。 迷迷糊糊的我躺在床上听着村支书跟我爸说话。 这丫头不能送人了,六岁了,户口还在你家,该让她上学了,我爸震惊的声音传来咋就不能卖了,不卖她家里吃啥喝啥。 你一个大男人还能指着卖闺女吃饭呢? 我爸家里都是赔钱货,我挣钱干啥? 要不是他挡了我儿子的路,我能到现在让人指着鼻子骂绝户。 村支书做不通我爸的工作气走了。 我在家生活的提心吊胆,努力缩小存在感,少吃,多干。 短短一个月,我就瘦得头大身子小,走路摇摇晃晃的。 因为我听见我爸跟我妈说我最近是越来越不好卖了,不行就把我送出去当童养席。 从那时我就意识到了,读书是我唯一的出路,我要上学,我要走出这个地方,我不想时刻担心自己被卖到哪去。 我不想做引子福星,我只想做自己。 我开始往支书家跑,我一遍遍地缠着他,我给他干活,我从山上找果子给他儿子吃。 就算是被他儿子拽掉头发,掐得轻子我也会擦干眼泪,笑着夸他,力气真大,以后肯定能长成个壮小伙。 半年后,我终于能上学了,村里的老小学只有一个班,不同的年级在一起上课。 村里家里有钱的早就把孩子带到镇上了,剩下的只有成绩不好的混混,不过就这样我也很珍惜,这是我来之不易的上学机会。 我背上我妈用迫不给我缝的简易书包,那个没底气的女人只敢这样偷偷地表达她对女儿的爱意。 三姐跟我在同一个学校读书,路上她突然停下塞给我一块钱,看我接了,还带着青子的脸上露出笑意。 好好读书我看着皱巴巴的毛票用力地点点头。 别人打闹时我在学习,别人休息时我在学习,就连走在路上我也要时不时拿出课本看。 村里人笑我丫头骗子学了又怎样,家里还不是绝户头子,期末考试我考了双百。 我高兴地拿给爸爸看,向他证明,女孩不比男孩差,我以后能给他养老。 哟,五丫头考得不错呀,可惜了是个闺女是人家的。 你说说,要是个儿子,以后就是考大学的料啊。 我爸的脸瞬间拉了下来,把试卷丝的粉碎扔到我脸上死丫头骗子。 滚一边去,别来碍老子的眼,说着,一脚把我踹开。 转头那面对我食指起的腰杆又弯了下去,满脸陪笑地跟别人说着好话。 我没管地上的纸片,一瘸一拐地往家走。 到家里,我妈看到我没说什么,只是把我搂在怀里喃喃道宝。 你要上学啊,我跟姐姐给你开道,你要好好上学,我闻着她颈窝带着温热的汉味点点头。 家里的活迹被我妈和姐姐包完了,我放学就跑到村支书家帮忙干活,我爸气得干瞪眼,也不敢不让我去。 老师了解到我家情况后,假期,课间都会给我补课。 我的成绩一直保持着第一,班里都是岔生,突然冒出来一个认真学的,自然看不顺眼,于是我遭到了全班同学的针对。 抽屉里的虫子,凳子上的胶水,被剪得乱糟糟的头发和书本。 哈哈,赔钱货又被粘在凳子上了,哈哈,真好玩。 你说她怎么那么笨呢,都被扎了多少次了,还死心眼。 赔钱货脑子都笨,考试的时候,老师肯定给她答案了。 快,把她书给撕了,看她还怎么学。 对对,要不是她,我妈也不会骂我没出息,班里的男生带着恶意的笑容。 一遍遍地在我眼前转,我不敢反抗,因为我知道,只要一动手回到家迎接我的,将是更激烈的打骂。 同桌看向我的眼神,带着同情,可她不敢管,因为她也是个赔钱货。 老师管了没用,家长只会说,你个赔钱货,我儿子只是给你闹着玩,小孩子懂什么。 在一次被剪坏书本后,我发了狠,把家里切菜刀拿过来了,那一次欺负我的男生桌子上都有一个刀痕。 我被孤立了,可班里再也没有人敢欺负我。 在家挨打时,姐姐会护着我,让我能更专心地学习,妈妈会偷拿鸡蛋给我补身子。 踩着众人铺好的道路,我一直保持着第一,就这样,五年后,我考入了县意中。 到县里上学需要住宿,我爸不乐意出这个钱。 其实,家里也没钱,我爸认为家里没儿子,挣钱也是给外人挣的。 前几年都是拿卖我的钱花,后面就是靠我妈种地的钱。 老师跟村支书都来了,说我是上大学的好苗子。 可我爸不听,滚刀肉一样只说没钱。 就算是不让我上学是犯法的,他也不乐意去挣这个钱。 我想上学,我不想困在这个村里,扎根在这个尼龙之中。 我跑到村里想借钱,结果我爸转身就把人家家里给砸了。 就这样一个自从生了女儿腰杆子就没直起来过, 哪怕人家当面骂到脸上都只敢陪笑的男人为了不让女儿上学, 把人家家里给砸了。 我不甘心啊,我想要上学,我跑到县里找工作, 可问了一整天,没一个人愿意收我。 村里人见我都躲着走,但最终我还是拿到了开学的学费。 开学前一天,大姐给了我三千块,说是学费。 我惊讶地问她钱是怎么来的。 她只是眼底闪着泪光,笑着摸摸我的头说五鸦。 姐姐不行了,你要好好上学啊,替姐姐看看外面的世界。 后来我才知道,姐姐把自己嫁了,那年大姐才十七, 嫁给了山里面三十多的光棍。 除了表面上两万的彩礼她又私下多问她要了三千给了我。 等着我辍学回家的爸爸还是知道了我报名的消息。 姐姐要嫁人了不好打,她舍不得那两万块的彩礼,担心打坏了没人要。 我爸就私下打我妈,骂她是烂货,不下蛋的母鸡,生了个到处勾搭人的婊子闺女。 那一晚,我妈的小拇指被打断,再也没长好过。 转头我爸就拿着彩礼钱请村里人吃喝,酒桌上人家骂着没中的软蛋, 村里头的狗都能让母狗下两只公仔,她却只生了四个赔钱货。 她依然像听不懂一样笑着给人敬酒。 我踩着妈妈和姐姐扑的血路上了现意中。 县里生活比村里好了太多,穿着仙女裙的小姑娘,在篮球场上肆意打球的男生。 这些都是我前十几年都没见过的。 我只是远远地望着,然后继续学习。 村里的教学质量跟外面还是有差距的。 一直都是第一的,我拼命学习在月考,也只考了三百多名。 成绩拿回家,王婶子就笑着说, 这女孩跟男孩就是不一样,你看看,才考三百多名,我儿子考了第十呢。 众人一顿好夸。 可我是我们村唯一考上现意中的,村里小学所有年纪加一起也不够一百人。 这些都被他们忽略了,在他们的意识里,男孩就是比女孩金贵,厉害。 初中学费是一年两百,我每顿只吃最便宜的菜,姐姐给的钱完全可以支撑三年。 没别人聪明,我就比别人多花时间,基础差我就拼命问老师,努力不回来。 请示西灯早我就靠卫生间的声控灯来读书。 每次周末我都不敢回去,我不敢去看嫁人的大姐, 我不敢去看被爸爸闹到学校,以各种理由辍学在家的二姐,三姐,四姐。 我不敢去看妈妈那至今不能伸直的小拇指。 我只能拼命学习,熬得脸色辣黄蹄包股。 班里最近新流行了一个小游戏,就是拆一包零食,一人一口传下去,一直传到班里最后一个人。 一开始我不敢吃,担心没钱还。 在被劝了几次后我也渐渐放开了。 这是我第一次吃到薯片、巧克力、奶糖。 慢慢的我的东西越来越多,同学买来小了又不能退的衣服, 别人送的不喜欢的台灯,买太多了又做不完的资料。 这些一点点填充我的生活。 我永远忘不了,大姐带孩子回娘家看到台灯时的新鲜与惊喜。 我要带他们走出去。 在我初二这年二姐和三姐出去打工了。 大姐的彩礼钱被我爸一年就败光了, 正好村里有外地回来的吹嘘着外面遍地是黄金, 挣钱跟捡的一样, 说着还从包里掏出两万块,直接往桌子上一摔。 我爸看得眼热,就把二姐三姐推了出去。 可那个人是骗子。 我姐进的是黑场, 一天干十四个小时, 一个月才给五百块。 而这些钱我爸一分都不给他们留, 全都要带回来。 这是我爸跟那人谈好的, 为此还赔了一条好烟, 两瓶好酒。 初三这年, 我稳定保持在年纪前时, 因为用眼过度, 我的眼睛早早地进逝, 为此我一直坐在老师的讲台旁。 在我中考前夕, 我爸带回来个三岁的男孩, 高兴得他直接在门口放了一挂鞭炮, 逢人就说他有后了。 我那个因为我家没儿子气得不登门的爷爷, 也拎了快肉来。 妈妈常年搭了的眉眼, 也痒了起来, 哪怕那个孩子是个三岁还不会说话的傻子。 看着这热闹的场景, 我拎着麻袋从门缝边挤过去。 门口看热闹的人注意到了我五鸭, 咋不跟天赐打招呼呢? 那是你弟弟, 以后是能给你撑腰的娘家人。 我爸看见我一脚踹了过去, 没眼色的东西, 没看见你弟弟在这儿吗? 我妈抱着孩子想扶我起来, 可怀里的孩子哎呀地猛拽他的头发, 他又哄孩子去了, 丝毫没注意到我走路发抖的腿。 我一瘸一拐地拎着东西, 直接进了屋里。 外面又说这孩子上学上傻了吧, 大好的日子就他搭了个脸。 我就说女娃不能读太多书, 你看看, 现在就这样, 以后老的时候能指望得上, 还不如把钱留着给天赐娶媳妇呢。 要不是她, 你家还是村里的父户, 还能过成现在这样, 我爸认同地点了点头。 开始吹嘘起因为我被罚了多少家财, 这是她现在唯一能证明她能力的唯一方式。 考前一天我检查考试用的东西, 却发现准考证不见了。 我急得冒火, 一遍遍地翻着书页, 又打电话联系了班主任, 没有。 我瘫坐在地上, 冷汗混着眼泪流下, 外面传来呀呀的怪叫声。 我跑出去一看, 那个傻子手里, 正撕着我的准考证。 我夺过准考证, 已经被撕得拼不起来了。 我的希望没了, 姐姐和妈妈铺好的路没了, 我疯了, 上前对着那个孩子就是两巴掌, 直接把他的牙给打掉了, 又一脚把他踹到地上半天起不来。 我爸看见了, 快不走上来就要打我, 我紧紧攥着削铅笔的刀, 对准傻子的大动脉, 狠狠地盯着他你赶过来, 我就杀了他, 我上过学, 知道滑哪里能止不住血, 我爸果然被我吓住了, 瞪着通红的眼睛喘着粗气死死地盯着我。 你别动他, 我不打你, 让你继续上学, 我笑了, 看, 那个打了我十来年的人, 也会被我吓到。 当晚我没在家里住, 拎着东西去了学校, 班主任联系了保安, 让我住了进去。 第二天一早, 班主任就把准考证给我送了过来。 后来我才知道, 那是班主任半夜联系教育局重新给我打印的, 不知道费了多少人情。 考试很顺利, 考完后我也没回家, 直接在县里找了个包住的洗碗工, 一个月给三百块。 查分数当天, 我找老板借了手机, 六百九十九分, 市里的高中随我挑。 我又多了份新工作, 给老板孩子补课, 一个小时三十, 看, 努力后的选择是不一样的。 知道成绩那天老板放了我一天假, 让我回家报喜。 我爸听到无所谓的冷哼一声, 有什么用, 以后还不是别人家的, 赔钱货。 有那钱, 还不如给你弟攒钱娶媳妇呢, 我妈也是忙着给弟弟喂饭, 头也不抬地说了声还凑合, 要努力学习, 我的心冷了, 麻木地退到院门口跑了出去, 再也没有当初她哭着一遍遍摸着我的头说宝啊, 要努力上学, 要走出去, 在那一刻我意识到, 我好像不是我妈的宝了。 开学前大姐又给我送钱了, 用手券包着零零散散的五百块, 姐姐还像我上初中那样摸了摸我的头说宝啊, 要好好读书, 走出去, 我没要她的钱, 只是说姐, 等我带你出去, 她笑了, 黑瘦的脸上带了憧憬。 我上了市里面的一钟, 这里更好, 但我知道这绝不是我的终点。 我找了份食堂打饭的工作, 没工钱, 但是包吃, 能维持住我的日常开销, 让我不至于从姐姐那军烈的手上拿钱。 到了高中我的学习吃力起来了, 每天我要花大量的时间才能保持在年级前级。 我没有朋友, 每天的生活就是吃饭学习, 但十五六岁的我开始敏感起来。 我爸来学校闹过几次, 每次都是让同学看够了笑话才走。 我知道, 他想闹得我退学, 就像当初对待姐姐们一样。 可我偏步, 我的头越来越低, 同学们的指质点点萦绕在我耳边, 可我的成绩在往上升, 这就够了。 同桌递过来一瓶牛奶, 笑着对我说你加油, 不用管外面那些话, 都是极度你成绩好才说的, 同学们纷纷应和。 我的头重新抬了起来, 我以优异的成绩站在国旗下讲话, 站在讲台上领奖, 站在比赛场上, 无惧风雨, 勇敢前行。 食堂抠门的大娘会在我工作完后, 给我留几块肉。 大姐会土里刨石地给我凑够一张张毛票。 二姐三姐会在工作完后, 找兼职给我挣钱, 可她们一件衣服穿了五年。 四姐会偷偷地给我做肉酱送来, 每次那张青子的脸都带着笑说给我媚补身子。 我走过一条带写的路考上了北大, 录取通知书下来那天村里凑钱给我摆了酒, 一路热闹地走去我家, 请我爸作席, 可她死守着院门不肯出来。 柱子, 你家五鸦都考上了, 你咋还不来作席? 对啊, 赶紧的, 让你做上位, 她隔着院门说晦气, 赔钱货就算是烤上了也是别人家的, 紧接着一桶干水就泼了出来, 离院门近地淋成了落汤鸡, 来的人骂骂咧咧地对着院门踹了一脚走了。 我的外号引子福星又重新被提了起来, 这次王婶子说的不是赔钱货了, 而是福星。 酒席上从没跟我讲过一句话的爷爷也来了, 在桌上跟人推杯换盏, 满脸喜色, 逢人就说看, 我孙女多聪明, 考上了北大, 都是我教得好, 可她从没跟我说过一句话, 她能教我什么呢? 我被卖过的那几家也来了, 一个个地都把孩子推到我面前说是叫姐姐, 争着抢着要替我交学费, 不再是以前那个我家有儿子养不起闺女的人家了。 我扯了扯嘴角半天也说不出一句话, 看, 这就是人性, 只要你站在足够高的位置, 哪怕是在愚昧的人也不会注意到你的性别。 这是我第一次见大姐夫, 憨厚的面孔上扯出一抹僵硬的笑, 见着我就直说我闻取星下凡。 我姐嫌她丢人, 瞪了她一眼, 她扬起一抹傻笑退到我姐身后。 看到这一幕, 我提着的心放了下来这就够了。 我考上了北大, 县里和市里一共奖励了十万。 这些钱给了几个姐姐一些剩下的被我收起来了。 无论我爸怎么闹我都没给他。 我那个傻子弟弟破坏力惊人, 随着越来越大, 家里置办起来的东西全被他给打砸了。 就这样他依然是我爸那个能传宗接代的宝贝儿子。 再次发生冲突是在假期里。 村里人送信说是我妈也出了事, 没钱去医院。 我赶了一百多里路到家才发现, 我被骗了, 我爸把我捆起来吊在房梁上。 我欺利弟喊着妈, 救我,救我。 可我妈半步都不敢动。 提带一抽一道血印子, 我妈哭着求我把钱拿出来。 弟弟一边笑一边拍着手说好玩。 我哭着说那是我上大学的钱, 我以后可以挣更多地拿回来, 可是没用。 身上已经麻木了, 血顺着我脚尖一滴一滴地往下落。 我死死地盯着我爸的脸, 终于松口了。 钱拿出来, 厚厚地一打, 我爸直接揣兜里抱起他那傻儿子走了。 爸爸给你买车车咯, 我转过头死死地盯着我妈, 不是说你生病了没钱质吗? 我妈善善地搓了搓手说, 那是你弟弟, 现在多疼这点以后, 你嫁人了能给你撑腰。 我反问就那个傻子, 我妈哭着抱起我那我能怎么办啊? 谁让妈肚子不争气没能给你生个亲弟弟, 我扯了扯嘴角什么也没说。 一个月的好吃好喝让我弟越来越胖, 才七岁的小孩体重将近有两百斤。 就这样我爸还强撑着抱着不撒手, 天天抱着他在村里溜达, 再一次逞强非要拖着他后伤了颈椎, 瘫在了床上。 就这样嘴里还念叨着别饿着他的宝贝儿子, 把我妈指使得团团转。 死婆娘, 我渴了, 赶紧给我倒水, 嘴刚沾到杯边呸, 你想烫死我呀, 一口吐沫吐在了我妈脸上。 我看不下去, 打发我妈去看看我大姐, 我留下来照顾吧。 我妈虽然不放心, 可还是在我的催促下去了。 人一走, 我就直接找了根拴狗的铁链子, 把我弟拴在了床边, 又重新给我爸倒了杯加冰块的凉水, 直直地灌了下去。 他呛得止咳, 我顺手把玻璃杯摔碎, 让我弟拿着碎玻璃填碗。 我爸急得直瞪眼你个做死的赔钱货, 你敢动我儿子试试, 看老子不弄死你, 我笑着抽出他的皮带, 随意地挥舞着, 时不时落在他儿子身上。 看他愤恨又无力的眼神落在我身上, 我突然觉得很畅快, 就像当年我面对他一样。 我自然不可能像我妈那样伺候他, 没过几天他就长了挫疮。 他儿子没人管也越来越放纵, 有一次竟然拿着石往他脸上我。 他无力地扭头嘴上还哄着乖乖, 不能这样, 我心里五味沉杂, 但还是打了干净的水来替他擦洗干净。 开学前, 我把我爸藏着的钱翻了出来, 还剩七万, 足够我的学费了。 我背着麻袋, 踏上绿皮火车, 走向我前十年一直未知努力的地方。 我想得很简单, 努力挣钱, 学习, 把几个姐姐和妈从那个吃人的地方接出来。 可老天似乎不想看我过得太顺。 开学半个月, 辅导员急匆匆地把我从课堂上叫了出来。 开口就给我爆了一个大雷。 你妈来找你了, 你快去看看吧。 我妈? 怎么可能辅导员看着我的眼神, 带着同情和惋惜。 我一头雾水地跟了上去。 校门口, 我妈穿着农村下葬时穿的校袍, 抱着骨灰坛在校门口哭。 弟弟在一旁拍着手跃着见女人哭了。 哈哈, 好玩, 真好玩, 我整个人被震得愣住了。 呆呆地站在原地, 周围人的窃窃私语萦绕在我耳边。 我好像又回到了那年的初中, 只不过这次是把我爸换成我妈。 我妈一见我就好像找到了主心骨。 哭喊着扑过来, 宝啊, 你爸没了, 妈该咋活呀? 你弟可咋办啊? 我愣愣地站在原地说不出话, 任由我妈抱着我哭, 眼睛直直地盯着那个骨灰坛。 我爸没了嘛, 心头那块压了我十几年的石头, 好像消失了。 有些畅快, 又有点遗憾。 辅导员推了我一把。 五鸦, 我替你请搁嫁, 你先把家里安顿好再说, 话音刚落, 我妈疯了一样推开辅导员。 不, 不能走。 五鸦, 家里被一把火给烧没了, 我和你弟可咋办啊? 你弟以后可是要娶媳妇的, 我没想到我妈会这么说, 颤抖的声音, 问那你想要什么? 我妈搓了搓衣脚, 转头看了一眼傻弟弟。 给我们盖作新房子, 每个月再给两千的生活费, 以后你弟娶媳妇你也要拿钱。 我有些不敢置信, 妈, 我才刚上大学呀。 妈也是没办法呀, 老家还有你爷呢, 你弟弟这个样子你也知道费钱。 那就把他送回原来的家去, 我崩溃得大吼一声, 蹲在地上捂着脸哭了起来。 我知道, 从这一刻开始, 我妈将不再是我妈了。 辅导员看不下去了, 替我说了一句话。 我妈直接竟直接扇了她一巴掌, 看戏的保安直接被这一巴掌给震住了。 连忙拉着她往后退, 张老师, 你没事吧? 不好意思啊, 我们实在是没想到, 她会打人, 我也震住了。 是啊, 那个懦弱的我差点被打死都不敢 挪到一步的女人现在竟然会打人。 我上前鞠了一躬老师, 对不起, 我会处理好家事再来的, 老师同情地拍拍我肩膀去吧, 几个保安上前帮忙, 嫁着他们离开。 我妈奋力地挣扎我不走, 我不走。 我走了你就不给我钱了。 我就要闹得你们全校人都知道, 你是个忘恩负义的不孝子, 连亲妈弟弟都不管。 我要让你上不了学, 一句话震得周围都安静了。 保安下意识地松开了手乖乖来, 还没见过孩子考上北大不让上的人, 路过的同学痴笑一声, 行了吧大妈, 我们只看到你是如何吸他血的, 瘦小的女人也不知道哪来得那么大劲, 在地上撒泼打滚几个人都支不住她。 我受不了了, 回宿舍拿着存折直接甩到她身上, 走吧。 我妈立刻从地上爬起来, 翻开存折, 看到里面的数字, 那带着满足的贪欲的表情, 跟我爸当年拿姐姐的彩礼钱时, 是一样的贪婪。 第九章, 要钱, 我直接去车站买了最近的一趟火车赶回家, 路上我妈一直哄着那个傻儿子, 她还是拍着手傻乐见女人哭了, 真好玩, 你快哭, 快哭, 说完她就一拳打在我妈眼上, 眼眶瞬间浮出一片青紫, 流出一连串的泪珠。 我妈还是抱着她宝宝乖啊, 不能打妈妈, 临坐的人看不下去了大妹子, 孩子不能这样教, 我妈直接一个瞪眼关你什么事, 我孩子咋样对我我乐意, 我儿子能给我传香火, 你怕不是极度我有儿子, 才这样说的吧, 那人脸上露出一副吃了屎的表情, 转头不看她了, 到家以后, 我直接找上了村支书家, 看着我小时候给她干活的情谊, 直接由她见证签了一份断绝关系的证明书。 一开始我妈还不同意, 可我直接说钱不给她了, 她立马带着傻儿子走了, 毕竟六万多换成生活费要给几年才能给清, 这次回来, 我把大姐一家给带出去了。 大姐拘谨地坐在火车上, 对北京急憧憬又害怕, 姐夫便揽着孩子轻轻地抱住她。 我在城郊给他们租了两间房子, 交房租的时候, 我姐揽着不让我给钱, 从手卷里点出一张张毛票给了房东, 含着眼泪对我说五鸦, 姐也是才知道咱妈来了, 怪姐嫁得远不知道, 要不然咱也不会让她来学校闹的。 让我家宝受委屈了, 我只是摇摇头不委屈, 有姐在我就不委屈, 我妈来学校闹的时候正是上课时间, 校门口很少有同学路过, 可事情还是传开了。 同学们隐晦打亮的目光落在我身上, 可我不再是当年那个初中的小女孩了。 成长只会让我变得更坚强, 我没有妈了, 可我还有姐姐。 我靠作家交的钱给姐姐买了一辆小车, 让她在夜市卖些小吃。 白天照顾孩子, 晚上还要去摆摊, 姐姐忙得脚不沾地, 可她脸上带着希望的光。 她常常一遍遍地数着钱, 对我说这些留着给你上学, 这些留着给羊羊, 这些是日常吃喝, 直到很多年后, 哪怕我挣的钱比她多更多, 她还是习惯性地给我留一份出来。 我问她你不买两身新衣服吗? 她乐乐买啥优, 结长得丑又没文化, 给五鸦买。 我妹聪明好看又有本事, 我抱着她哭她只是一遍遍摸着我的头说, 五鸦是个有本事的人, 我还是叫五鸦。 小时候不懂, 初中了老师让我改名字, 我就想等到上大学再改。 上不了大学, 我就一辈子是村里的五鸦, 上了大学, 我将脱胎换骨。 可现在我不想改名字了, 我想做姐姐一辈子的五鸦, 我也想带着千千万万个 身陷在尼龙里的五鸦走出去。 大姐的生意步入正轨, 一年除去生活花销还能剩个几万块。 我姐总是笑着说这样的日子有盼头, 至于家里我是没管过了, 我偷偷地寄了回钱给村支书, 让她找几家人看着我妈。 第十章, 妈妈去世再次听到他们的消息是在我大二那年, 老家来人说我妈走了, 被傻子放火烧死的, 跟我爸一样。 这时候我才知道, 我爸原来也是被傻子烧死的。 看, 这就是他们想要的儿子, 能给他们传宗接待养老的儿子。 我妈到死也没想到最后送她入土的是我们几个闺女。 至于我爸, 当年为了省钱, 他连酒都没摆一桌就给埋了。 我跟着姐姐回去料理后事。 我那万年不登门的爷爷在村口守着, 一见我就咧着嘴直笑, 让我晚上去他家吃饭。 半点没有死了孙子的伤心, 那天晚上我是第一次跨过爷爷家的门槛。 这次的丧事办得很大, 十里八村认识的不认识的都来了, 一个个把孩子往我面前推。 那腰弯得比我爸当年还要低。 五鸦呀, 我是你邻居二婶子家的弟媳妇, 你看看我儿子是不是读书的料。 你去一边, 我比你亲, 先来看看我儿子, 我含糊地糊弄过去, 转身离开。 下葬那天我把他们埋在一起, 一家三口整整齐齐, 丧事办完我也多了一堆不认识的亲戚, 一个个热情的我感觉, 我不是当年他们口中的赔钱或绝户头了。 这次我带几个姐姐一起回了北京, 学校的食堂出租了一个窗口, 我和姐姐们拿出所有积蓄把那个窗口给租了下来, 让几个姐姐一起干, 姐夫也找了份送快递的工作, 收入还不错。 我们一家彻底在北京住了下来, 一直到二姐三姐都嫁人才算分开, 这是我大四的寒假。 我去大姐家过年, 饭桌上, 我笑姐姐, 姐, 你这饭菜做得跟食堂一个胃, 我是学校吃了回家还要吃。 你就放过我吧, 下次让姐夫做, 我搞怪的表情逗笑了一桌人。 四姐笑着拍了我一下, 就你嘴挑, 我笑嘻嘻地回了一句谁让姐疼我呢, 吃完饭手碎到半夜, 我大姐拉着我的手问到五鸭, 你是怎么想的, 我听你同学说要考研, 你要不要继续考, 看见我迟疑, 四姐抢先说当然要考了, 咱五鸭那么聪明肯定要继续上的, 我摇了摇头, 四姐急了咋了, 咱家有钱, 你别担心这个, 你就是学到老姐也能攻得起你。 我不是担心这个, 姐, 我想要挣钱, 然后让千千万万个五鸭走出来, 我直直地看着姐姐们, 眼底透出坚定的决心。 我的五鸭呀, 怪姐没能给你好日子过呀, 我姐抱着我哭了半夜, 最终还是同意了, 从此存钱时都会加上那无数五鸭的一份。 我学的计算机专业, 毕业后直接进了大厂打工。 我物质欲望低, 除了基本的开销, 剩下的钱全被我捐了出去。 工作几年后跟跟同事合伙开了一间工作室, 挣的钱还成立了一个基金会, 专门用来帮扶贫困女孩读书的。 一直到死我都没结过婚。 随着年龄的增长, 几个姐姐总是拉着我哭我的五鸭以后可怎么办啊? 姐死了谁照顾你? 我总是笑着说有无数个五鸭照顾我呀。 我姐拍了我一下就你脸大, 谁还认识你呀? 而后又絮絮叨叨地说着我晚年该怎么办? 后来临终前我躺在病床上, 无数的五鸭从全国各地赶来为我送行。 他们哭着谢我, 要不是我他们将永远扎根于牢笼之中。 我想, 我不只是在拯救他们, 我也是在拯救当年的我, 拯救那个被人嫌弃的五鸭。